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终于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混乱局面 全国又回到大统一时代 但是经历了清末年间的闭关锁国 民国时期的混乱不堪 二战时期的巨大损失等等摧残之后 新中国面临着重重考验 如何阻止世界列强的野心 如何使国内经济快速崛起 如何巩固世界地位 成为眼下的当务之急 二战结束之后 美苏的竞争更加推动了军工业的变革 促使人类快速进入到机械化时代 面对海陆空三军的巨大漏洞 确实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而且在西方国家的限制下 中国很难与世界各地连线 外加几次核危险之后 中国意识到必须在战略武器方面下功夫 正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 否则将永远被别人牵着走 苏联解体后 瓦联格号航母的出手 给中国海军带来了巨大转机 经过很多次协商后 最后瓦联格号终于滑落中国 急于拿回来研究改进的中国 直接雇用了托船 往回运送瓦联格号 可是意料之外 居然受到了土耳其的万般刁难 众所周知 土耳其当时不允许瓦联格号通过 除非将船体截断 分成小段才允许通航 显然这是故意刁难 目的是为了从中国身上牢取好处 迫于及且拥有航母的心情 外加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不牢固 只能不断让步 在经过多次谈判后 历时两年的时间终于最终谈妥 拿出了部分军事技术 及旅游资源作为筹码 才使土耳其满意 当然 吃亏都是在所难免的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做出一些割舍 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要知道这两年的时间还得缴纳瓦联格号的停泊费用 具体费用为每月1.7万美元 当所有事情处理妥当后 全球正在期待瓦联格号回国之时 土耳其突然加价 要求中国支付10亿美元的保证金 如果一年之后并没有对土耳其造成影响 才会退还 其实这就是变相要钱 谁也能看明白 82亿元人民币这次不会再轻易同意 最终希腊居然罕见发声 给中国做了担保 至此瓦联格号才顺利回国